接下來其中一場四強比賽是克羅地亞對英格蘭 一聽到英格蘭,大家就立即想起他們是用國球戰術進級 有些人稱讚英格蘭的國球戰術是別出心裁 這裏我同意 但我無法同意他們八強的對手瑞典表現發揮正常 沒錯,英格蘭的國球戰術是別出心裁 但根本就已經比比利時和哥倫比亞 即是分組賽的對手和16強的對手完全做了功課針對到 由於前人已經中了樹 但作為瑞典的後人 即是作為後人的瑞典都不懂得享用 不做功課絕對活該 其實英格蘭的國球戰術已經逐漸失效 去到瑞典那場其實已經進入了回光反照的階段 今天我為了跟大家去解釋這個事實 我專門看回所有英格蘭的世界盃比賽 找回所有進攻國球和他們的防守國球 也順便看他們的進攻死球和防守死球 務求在足球理論以外再做多一份功課給大家 數據是顯示的 英格蘭在四強的球隊裡得到進攻國球最多的球隊 一共有30個 整屆世界盃打了五場 平均每一場是六個進攻國球 其實跟比利時一樣 克羅地亞其實都不差 有26個 最少就是法國只有15個 足以見到法國其實是保守的 英格蘭右邊的角球數量 是左邊角球數量的3倍 這是因為英格蘭沒有正宗的左腳仔在左邊斬中 或者落底線有關係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無論右邊查比亞斬國球也好 還是左邊艾樹里楊格斬都好 命中率其實同樣都是兩成左右 所以最重要要研究的就是英格蘭用了什麼國球戰術 首先在他們準備開國球的時候 然後的指令就是叫斬波那個 不可以斬得太過鐵門 一定要在十二碼點之後的位置落 事關英格蘭的球員 會在十二碼點後邊 和這個禁區頂中間的位置 站在一起 目的就是不想讓對方人釘人 最好就是誘惑對方區域聯防 如果對方真是區域聯防就爽了 英格蘭的球員就可以散開少少棋 不用黏得太近 隊友之間會保留少少空位 但是都是站在一起 這樣是有利於分散對手之餘 自己都有些空位可以分工 容易些找到空位再散出去 通常站在一起的就是那四大金剛 五六八九 即是之前六合彩開的四個號碼 五六八九 五號史東斯 六號密佳亞 八號牽達辰 和九號哈利簡利 站在一起 等到球斬進來的時候會散出去 時間一定要配合得很好 如果太過早散出去的話 就方便了對手人釘人理 當他們散出去的時候 其實牽達辰和哈利簡利是負責科佬上去撿雞 真是搶第一點的就是麥佳亞和史東斯 如果對手繼續區域聯防 即是沒有人釘人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有人數的優勢 而麥佳亞就是頂贏次數最多的球員 尤其是第一場球對著特尼斯 很多次都頂贏 完全是因為特尼斯永遠都是區域聯防 不過那場球也是靠一些運氣才可以保重入球 兩次其實都是要靠哈利簡利科佬上去保入 其實去到第二場對著巴拿馬的時候 巴拿馬就開始見到英格蘭的戰術 巴拿馬其實是開始盡力人釘人的 所以英格蘭就不可以分散地站 英格蘭的球員是會捉著前面的英格蘭球員 跟著排成一字形 好像排隊那樣是黏住了 希望你埋不到他們身 即是不能在他們前面阻擋著人釘人的 但是這樣做的話 其實英格蘭自己都是令到自己的國球戰術實力減半 因為他們黏在一起排成一字形 一散出去的話就會出現沙石和誤會 分工不太清晰的話 亦都會令到實力減半 而且其實當時對方都是盡力人釘人的 所以第二場對著巴拿馬的時候 英格蘭是要做一個變化出來的 就是等這個史東斯先在禁區外邊 再用單檔擋他 倒插進去禁區裡邊 去投槌公門 那場都叫做可以成功直接頂入球 但是之後的比賽 即是對著比利時、哥倫比亞 其實英格蘭的國球戰術就沒有什麼變化了 英格蘭的球員一定要在沒有人標準的情況下 才可以輕鬆頂入球 你只要不要區域聯防 真的盡力人釘人 給些壓力英格蘭的球員 其實他們就很不舒服了 無論英格蘭的球員怎樣站 怎樣黏起來 或者怎樣排隊都好 你盡量逐個跟回一個的話 給些壓力英格蘭真的無法直接頂入球 之後英格蘭其實 都是要靠運氣 例如搏下12碼 所以英格蘭的每一場賽事 通常都是第一和第二次國球才會成功 例如第一場就是第二個國球成功 第二場就是第一個國球成功 第五場就是第一個國球成功 而同一場比賽裡 之後的國球差不多都會失敗 因為去到比賽的途中 對手都開始會適應你的特定戰術 開始知道要人釘人 英格蘭的國球之後實力又是大減的 而且他們的國球戰術最成功 只不過是頭兩場對著特尼西亞和巴拿馬 之後的晉級對手 例如比利時和哥倫比亞 就真的開始針對他們 他們怎樣都跟人釘人完全干擾了英格蘭的球員 他們一早或者會受到干擾而散了出去 散了出去就沒有機會 或者一直都黏在一起也都沒有了優勢 只是哥倫比亞的愛斯賓奴山齊士 是魯莽犯規 這樣才可以令到英格蘭有運氣 這樣搏到十二碼 其餘每個英格蘭的國球接近都沒有用 尤其是最值得參考的賽事 就是對著哥倫比亞那一場 只是第四個國球成功走漏了史東斯 但是那一個就是國球來講 查比亞是斬得不漂亮的 所以其實這些國球戰術 就很高難度的 要差不多各樣做得對 例如你散出去的方法是對的 以及那個斬球是要漂亮的 配合完才行 加上運氣不太差才會成功 所以去到第五場瑞典 瑞典根本應該理論上是可以看住了比利士 以及哥倫比亞怎樣做 之後再照版主玩 但是瑞典竟然是沒有做功課 完全是沒有針對 沒有嘗試人釘人 瑞典的首個防守國球 根本完全好像特尼斯那樣 是區域聯防的 完全沒有嘗試去釘人 喂大哥 特尼斯第一場賽事叫做初到貴景 也都初初對英格蘭不懂得製造功課 都叫情有可原 但是瑞典你打到第五場 入到八強 看完英格蘭之前那四場球 這樣都抄不到功課 比英格蘭四大金剛 舒舒服服站開少少 一斬入楊格 就立即散開 這一下 麥加亞就空曬 竟然是可以被英格蘭這麼舒服 直接頂入 所以英格蘭晉級去到四強 絕對是因為瑞典的表現完全失進 瑞典這樣根本是完全無法估計的 人家比利士、哥倫比亞做了功課給你看 瑞典的球員空中能力也不下於哥倫比亞的球員 盡力人盯人的話 絕對不會失那個球 況且英格蘭的國球戰術就已經沒有什麼變化了 有功課抄都不去抄 瑞典絕對是因為懶惰而活該 其實克羅地亞 即是接下來四強的對手 只要不要學瑞典 做足功課 知道一定要人盯人 哪怕英格蘭的球員怎樣站也好 你不要區域聯防 人盯人的話 英格蘭的國球威力一定是大減的 雖然克羅地亞是四對球裡面 即是四強裡面 是被人搏到國球數量最多的球隊 但其實克羅地亞是沒有試過 在防守國球的途中失過一球球 很大機會是表示了 克羅地亞在防守國球這方面做足功課 克羅地亞只是輸過手榴彈給丹麥 和一球球是佛球暫中投錘頂入的俄羅斯 但是佛球和手榴彈這兩方面都不是英格蘭的強項 英格蘭只是國球戰術厲害的 英格蘭是沒有試過直接用頭錘入過佛球 只是間接入過巴拿馬 巴拿馬那場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所以除非克羅地亞是像瑞典一樣 完全沒有做功課 或者比賽途中完全適應不到 否則英格蘭理論上 國球戰術上 這次四強欠不到克羅地亞 英格蘭的國球戰術 沒錯是別出心菜 但已經被對手針對到這方面 是既成事實 而且克羅地亞還有可能可以 反過來用國球去針對英格蘭 英格蘭雖然在四強球隊裡 對面是被人搏國球最少的球隊 他們防守國球的數字只有9個 平均每場1.8個 法國排第二16個 比利時排第三26個 克羅地亞排第四30個 即是英格蘭會盡力想辦法 不要去失國球 他們不會愚蠢失國球 真是被人落底線傳中 射球才會失國球 不過不要忘記 一直以來英格蘭的對手都不強 但其他球隊其實都對過傳統的強隊 例如比利時對著巴西 就失了8個角球 法國對著亞根廷就失了4個角球 克羅地亞對著亞根廷都失了5個角球 而且就算英格蘭很少有防守角球 在這9個裡都已經被人轟了一球進去了 那球就是臨完場前給哥倫比亞攀成平手那一球 那一球完全輸了人數 防守上邊出現失誤 是一個對著兩個這樣頂輸的 而且雖然英格蘭很少防守死球 很少防守佛球 但都被巴拿馬斬進去 入到一球 這個成績其實就完全對著克羅地亞就比下去了 你9個防守角球已經輸了一球 但是克羅地亞30個防守角球是未輸過一球的 而且克羅地亞已經兩次運用角球間接與直接入了兩球球 所以對於英格蘭來說 這次四強是將會面對真正的對手 那大家的佛球、死球、角球這些進攻和防守上的實力 其實差得不遠 所以對於英格蘭來說 這次四強就真的面對真正的對手 那大家在國球的進攻和防守上的實力不差得遠 那一路以來是靠著國球去進級的英格蘭 這次可能就要求神拜佛 是要自己先有國球 因為大家實力差不多 那如果對方先有國球還沒出事 那最好就是自己先有國球先領先 那所以雖然你說 英格蘭是可以透過訓練國球戰術 去一路嘗試進級 那但是你永遠都不可以透過 訓練這個國球戰術 去減低這個運氣的指數或者影響力 就是你完全是很難控制到哪邊是先有國球的 那但是如果你不只是靠這佛球、國球 你是可以靠整體的戰術合作性去進行運動戰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訓練去令到運氣指數降低了 所以這個理論就解釋了 你永遠是靠國球戰術 始終都是看運氣的要 那所以這一場英格蘭對著克羅地亞 很大可能國球死球上面會打成平手 那就要回歸回最基本的這個是整體戰術的 就是我所講的那些足球理論 那除非克羅地亞或者英格蘭突然之間 在防守死球、國球的時候發波溫 例如是克羅地亞這一邊的 路夫雲計時炸彈爆發 或者英格蘭那方面的 是獲加計時炸彈爆發 那這些當然是無法估計的 那或者就好像瑞典那樣完全不做功課 那這些都是無法估計的 做功課是最基本不做 那怎麼會估得到你會這樣呢 那又或者就英格蘭突然之間 就想了一個新的國球戰術出來 那這些當然也是無法估計的 那既然這些都是無法估計的 那那就不可以成為預測的假設了 那所以明天和大家做的預測 是會利用今天所說的死球戰術理論 大家都是打成平手的情況底下 回歸回去整體的戰術足球理論博弈上高 去預測就是英格蘭對著克羅地亞的四強大戰 那預測將會明天做的 那如果大家是心急想聽的話 也可以留意今晚十點鐘直播 在蘋果Facebook直播 我和何輝一起談世界杯播境 那裏面都會和大家略略去預測一下 就是未來四強的賽事 也都會回顧回十六強和八強的賽事 那大家記得就留意回 那我自己都要準備今晚直播的資料 所以今天就在這個頻道上 只可以只有一條片 不過都希望大家幫忙按一下廣告 可以把電腦彈廣告視窗出來 和播完廣告它 因為這樣做才可以令到頻道有僅有的收入 之前大家沒有做的話 就真的沒什麼收入 大家做回就好些 希望大家用少少的時間 換取我的未來 令到大家可以繼續免費聽片看片 那有兄弟就問 為什麼在電腦那裏 youtube的影片的右邊或者裡面 沒有廣告的呢 大家相信在電腦那裏 就是裝了個blogad的程式 那大家只需要關掉這個程式的話 那就可以見回廣告的 那banner廣告 在這個影片的裏面 去到片尾不見了 不要緊要 播多一次條片 另外片的右路一直都有廣告 可以click一下它 那手機那方面呢 就是片的下面有廣告字眼的地方 大家按下去彈個廣告視窗出來就可以了 那另外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面找廣告link 按下它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那手機的話就在右上角 那就今晚直播見了 拜拜